各模移植和一般眼科手术一样都会有病发症的出现 常见的眼科病发症包括眼睛化炎,眼睛高,眼睛低,或者黄斑碎肿 严重的病发症包括细菌感染,蝕膜脱落,眼球大量出血 幸好这些都很少发生 至于针对角膜移植发生的病发症 有时包括角膜散光不一,角膜移植排斥 另外有机会在角膜移植发生的可能性 一般上述的病发症都不会经常发生 我很多时都会跟病人说做完角膜移植 只不过是治疗的开始 病人都要好好地打理自己的眼睛 去照顾好捐赠者捐给他的角膜 病人都要好好地清洁眼睛,定期滴药水 以及去找眼科医生做检查 目求令角膜传媒更加好,令眼睛更加健康 同时尝试内涂 外面是宽检查 可以一次قد膜或计谴确 以及後面那層的內皮細胞 內皮細胞的主要功能是令到角膜清澈透明 如果內皮細胞有什麼問題 眼睛的角膜就會變得不透明 傳統上的角膜移植 我們會把整個角膜換上去 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 我們可以只換前面那層 或者只換後面那層的內皮細胞 有些病例如角膜有褐陽、有疤痕 或者是之前說角膜弧度有問題的病人 我們可以只做一個前半層的角膜移植 只換了有問題的地方 而保存著內皮細胞 這些情況排斥機會又會低一點 以及康復時間也會短一點 至於有些只是內皮細胞有問題的病人 例如一些天生的內皮細胞有些發育不良 或者是做過多次手術或者眼睛發炎的病人 我們可以只換後半層的角膜移植 相對上康復時間比全層的角膜移植 亦都會快很多 而排斥機會亦都會低一點 中文字幕提供 角膜變得不透明或者弧度變得有奇怪的時候 令到屈肝有問題的時候 有些病人就需要做角膜移植 通常有些病人去角膜有疤痕 試過嚴重的角膜發炎 又或者是受過眼睛創傷 這些病人有機會角膜會有一個疤痕 而影響到視力 所以這些病人就需要接受角膜移植 另外有些病人可能他偏生的內皮細胞是有問題的 又或者年紀一直都很大 還有做過不同的手術 有青光眼或者紅膜炎的緣故 內皮細胞亦都會更加減快 這些情況角膜就會變得混濁 那些病人亦都需要接受角膜移植 另外有些人可能雖然角膜是清澈的 但其實它的弧度有很大的問題 包括一個病人叫做椎形角膜 又或者有些病人去做過激光矯視 之後發展了一個變形的角膜 這些病人雖然它的角膜是清澈透明 但是弧度有問題 他都有可能需要接受角膜移植 結膜炎和角膜炎在病徵上有些少少相似 但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病 結膜炎在普通科門診來說是比較常見的 結膜炎可以分為敏感性或細菌性 病毒性的結膜炎 他們的病徵一般相對輕微 例如有些流眼水、眼痕、少少眼痛 視力一般不受損害 過敏性的結膜炎 我們可以處方過敏性的眼藥水 如果有細菌性感染的結膜炎 我們一般會處方抗生素眼藥水 之後就安排病人覆診 嚴重的細菌性感染結膜炎 當然我們有時都要轉介去眼科醫生跟蹤 角膜炎的病徵比起結膜炎 相對就嚴重得多了 它會有嚴重的眼痛、眼紅、視力模糊、怕光、有異物感 有時太痛的時候 病人連眼睛都睜不開 角膜炎的病源很多時是細菌、病毒 或者是真菌、寄生蟲引致 角膜炎很多時都是因為不正確地 配戴隱形眼鏡是有關的 叫男生肚炎,悅,薑,不僅炎 就有了這次注意 也不要緊張 先回家 先回家 總結 前免 我们有时都会遇见不少眼科有疾病的病人 比较常见的有俗称红眼症的结膜炎 眼皮受损、眼皮发炎、眼疮、角膜炎 或者角膜受损 角膜受损的原因有很多 最常见的就是给手指或者指张割损 严重的肝眼症 不正确使用隐形眼镜 眼镜闭合不存等等 角膜受损的病人通常都会告诉我们 刚刚被小朋友或者被指张弄伤眼睛 我们要检查角膜有没有受损 可以用一些眼科专用的显影视纸去检查 视乎病征的严重程度 角膜受伤的位置和角膜受损的严重程度 有时我们会转介去眼科医生 给眼科医生跟进